那这件事就麻烦你了 好 怎么样 嫂子 放心 嫂子 这次多亏有你在 就我二哥那绝脾气 这次脾气能这么好 答应让我留下来 得K了你 其实是你哥心疼你 他看你认定了裴少帅 当然不会为难你了 他就是嘴上不说 嫂子 虽然我嫌我哥烦 还总跟他吵架 但是这一想 以后能见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我其实还挺舍不得的 你要是想你哥了 就多打电话回来 你照顾好自己 哥 这是裴家女中的入学申请 我去学校帮你办好了 你按时报到就行 哥 不是 这怎么这么快 就办好了嫂子 快看看 小四 有几件事 我必须给你交代清楚 第一 说话做事一定要格外谨慎 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 立马给我拍电报 不能路莽行事 第二 跟那小子相处的时候 注意分寸 不能单独进入他的房间 第三 不许留宿杜军府 我回到上海 马上给你学校打电话 核查情况 哥 你怎么跟个老头儿一样 勒里巴塞 再说了 这又不是监狱 你用得着像看犯人一样吗 我还 有没有点自由 当然有 在我允许的情况下 你做什么都行 嫂子 小四 既然你选择了他 以后的路绝对不会风平浪静 值不值得 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哥要说的是 以后谁要是欺负你 回到哥身边来 有哥在 不会让你受委屈 哥 哥 最once 小四 感谢观看